一句话也不说就这样走了 叶大哥 不行 我要去找他 我真就去找他 叶大哥 我们 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不尽往世上很问就怎忘记 问江湖红尘能留几朵眼如鱼 宁愿孤单 也不要无趣 你是一暗花 红得太无想 带你走天涯 跟我和我和 成像一把刀 伤人知多少 要还是不要 沧海已生效 原来他是来告别的 他是来告别的 我当初怎么会没有想到 笨 笨死了 叶大哥 笨了 叶大哥 你快住手啊 住手啊叶大哥 住手啊 住手 凌儿 他是来告别的 他知道自己这次凶多吉少 怕我跟去拼命 所以才宁死眼不肯说 既然是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他为什么不说 为什么 叶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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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父皇选拔你的好兄弟 他才不对你说 你该感到欣慰 他这样是为你好 是为你着想啊 我这辈子最害怕的事终于发生了 我一再告诉他 叫他不要报仇 不要报仇 可我就是拦不住他 你知不知道 今天应该死的人是我而不是他 他是替我而死 我欠他的 这辈子都来不及换了 父皇选 你凭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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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大哥 是你这次 你不要再自责了 你不要再折磨自己 傅公子肯定不希望看到你这样啊 我怎么能不自责 我当初早就该想到 我为什么被拦住他 其实这一切都怪我 都怪我 都怪我 叶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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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能怪你 这不能怪你 不能怪你 不能怪你 不能怪你啊 谁啊 你在说谁啊 叶大哥 叶大哥 你去哪儿啊 死了 是 而且死得尸骨无存 这恐怕是你正想看到的结果 这下你高兴了 满意了吧 我不相信 他人呢 立刻带他来见我 带他来见我 他在九泉之下 在黄泉路上 要怎么来见你 你非得确定死得够不够惨 你才可以善罢甘休吗 你给我住口 快说 他人在哪儿 立刻带他来见我 他人在哪里 你呀 gue 你 儿子 你 从来都没有人从断魂崖身换过 不行 我要去找他 我得去找他 我不能让他那么走 我要去找他 人都死了 你演戏给谁看 演给父红学鬼魂看 还是演给我看 你以为我会傻到跟他一样上你的当吗 我是在演戏 你聪明 你有本事 所以父红学死了 而你还活着 如果你不想落得跟父红学一样的下场 就给我立刻离开无间地狱 离我远远的 滚 我为什么要滚 我偏偏就要留在这里 我要眼睁睁地 看着你受良心的谴责 直到你去见父红学为止 你不要刺激 你不会有名地狱 就能受到谴责 你给我的死 我还得了 你还要自杀 我才能死 我才能死 你才能死 你养了他二十几年 现在他死了 你连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我原本还以为 你对他还有一丝的感情 我没想到 你真的这么狠心 他本来就是我复仇的工具 我从来没有把他当我儿子看过 他死了就死了 我根本不难过 我是一点也不难过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难过 你不难过 是因为死的 不是你亲生的儿子 我现在就杀了你亲生儿子 让你知道 什么叫做尊心之痛 你是大哥 你以为你这么做 就能让傅宏雪活过来 我替傅宏雪复仇 你以为杀了他的是鬼灭人吗 真正杀死他的是你 真正杀死他的是你 是你的自私 和我的软弱 联手害了傅宏雪 所以我该死 你也该死 我要折磨你 折磨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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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该死 你该死 我怎么还死 叶大哥 叶大哥 少主 少主啊 叶大哥 少主 叶大哥 孩子 你这是怎么了 叶大哥 爹 什么 尸骨无存 我看叶开拿着傅鸿雪的刀 表现得很伤心的样子 这又能代表什么 一个刀不离身的刀客 现在刀都在别人手上了 就是说刀在人在 刀亡人亡 我不容许他们有丝毫生存的机会 就算是一堆白骨 也得确认是傅鸿雪乌 但是大哥 我明白了 我这两天增派人手 似乎都要找到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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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心 明月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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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我们没有死 幸亏我们掉下来的时候 有人弃轩拖住了我们 否则 我们真的心里难保 你还好吧 你脚受伤了 我背你 不用 我可以自己走 我可以 住手 你们下去 贺连王子这么大的火气 有什么不开心的尽管直言 你也知道 本王子今日来就是找你晦气的 老夫知道 明月新死了 王子不开心 只不过是一个女人嘛 明月新不是普通女人 她是本王子未来的楼兰王后 天下美女如云 王子不要为了一个女人 伤了你我多年同盟情义啊 在你的心里还记得同盟情义 本王再三叮嘱 要你千万不要伤了明月新 你去我心我素 自古红颜多祸水 尤其是明月新这样的女人 既具美貌又攻心计 王子千万要小心谨慎啊 我生气不是因为失去明月新 而是因为你的目中无人相应天 赫连王子 赫连王子此言差矣 我所做的一切实际上是为了帮你 你帮我 你就这么帮我的吗 本王手下千军万马 却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 胆大妄为不从耗力 你是将本王的话当成耳旁风吗 王子且息怒 向某对王子一片赤诚 而中原也只有相某能助王子一臂之力 千万不要为了一个女人 而坏了复国大业 本王的复国大业 本王自有安排 这侠客山庄家大业大 向盟主一呼百应 好不威风 但本王当年 既然能扶起一位中原盟主 自然也能再扶植一位武林霸主 保证听从我的命令 看来王子对相某误会极深 王子帮助相某 坐上武林盟主之位 向某帮助王子 完成复兴楼朗古国大业 这是当年我们两个立下的盟约 向某日日夜夜铭记于心 铭记于心怎么够 本王让你确实付诸行动 王子自古道 欲速则不达 现在时机还没成熟 时机不是等出来的 时机是创造出来的 如今本王大军已训练周备 枕搁带旦 等在御门关外 至于中原武林 就看你像盟主的了 对了 魅影现在可好啊 你要把他带回去 我送你的东西自然就是你的 魅影它还会为你所用的 如果你要再不对线承诺 那么我将你豢扬魅影之事 公诸于世 你认为如何呀 你是在威胁我 没错 不然我又何必割爱于你 总得留一招防着你呀 好啊 原来送我魅影之时 你就布下了这步棋 凭你的聪明才智 不可能看不出来 可是你还是要了魅影 饮阵止渴 明知道这是杯毒酒 你还要一眼而尽 可惜是欲罢不能啊 卑鄙 你要想翻脸也可以 本王子若是怕你 今日便不会登堂入室 更不敢兴师问罪 去去一个宠物 相某怎么会和王子翻脸呢 楼兰谷国能够重建 并逐鹿中原 相某替王子高兴啊 相某主 你是答应啊还是不答应 明月新之死全是意外 相某从来不愿违背王子 一个月 一个月之内 相某一定会振臂一呼 号令中原武林 帮助王子完成大业 好 本王给你一个月时间 好 一个月 相一个天 一个月后 本王等你的好消息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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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连鹏 一个月 已经够我想法子除去你了 杀了 哈 哈 叶大哥 你别这样 你这样糟蹋自己 傅公子也不能活过来啊 令儿 你走吧 叶大哥 你说什么 如今扶宏雪已死 从今以后 我叶开就是个行尸走肉 你跟着我会不开心的 我不想害了你 既然你不想害我 你就应该振作起来 你怎么能为了傅虹雪 而不要我呢 我现在知道 做人多无奈 多么渺小 振作起来 至少我们可以替傅虹雪报仇 还不如杀了我 杀死傅虹雪的是我 她是因我而死 没用的东西 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没用的东西 当初把你和傅虹雪调换过来 做得真是太对了 至少那孩子报仇的意志坚强 不像你这么软弱 你住口 我什么地方软弱了 傅虹雪从小受我训练 坚韧国爵 从来没喊过一声哭 而你呢 才受到这么一点点挫折 就自怨自艾 不堪一击 你口口声声说 要帮傅虹雪完成复仇大任 你看你这个样子 扛得起来吗 你瞧不起我 我是瞧不起 你一心寻死 是真的对傅虹雪感到愧疚 还是想逃避责任 我逃避什么责任了 傅虹雪一死 没人帮你挡在前头 你必须肩负起他所未完成的使命 你不仅要为你父亲报仇 还得替傅虹雪报仇 如此沉重的压力 使你想解脱 使你想一死了之不是吗 住口 你根本就不懂我的心 知子莫若母 从你一出生 我就看清楚你是天生的软弱 所以才把你送给别人 算了吧 不喝药就不喝药 想死就死吧 反正你这种个性 我勉强让你活下来也没什么用 你给我站住 怎么 连自杀都不敢 还要别人替你动手 让你失望了 现在我一点都不想死 在没有看到你报应之前 我不会就这样死的 那么 你在没有看到我得到报应之前 该好好地活着 难道你不想看到杀你父亲 杀死傅虹雪的仇人也得到报应 我叶开此生不杀鬼面人 是不 你给我看清楚了 从今以后 我就是傅鸿雪 傅鸿雪死了 杀福的大仇 由我一个人扛 天地为政 在大仇还没有报之前 我希望你好好记住你今天所说的话 你要叫他 你看他 你也有识意 高兴 他 记得我 你看我 有趣的 不要 不 看我 碰上 不 让你 你 不 你 트를 蝇雄 不 你 你 要 怎么样 你去崖下找过了 叶开 跟南宫陵也去过了 结果 都是一样的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你走吧 姐姐跟傅大哥都离开我 你还留这儿干什么 你也走吧 我留在这儿 是因为我怕你也走了 我现在就想走 可是我不能 我不敢 因为我答应过姐姐 要好好地活下去 姐姐一天一早 就决定要离开我了 她怕我寻短剑 才要我发誓答应她的要求 可是我怎么就这么傻 我怎么就这么轻易地 答应姐姐了呢 如果我不轻易地答应她 姐姐就不会轻易地离开我 因为她心疼我 她舍不得我 她舍不得我 姐姐是我害死的 我害死了我的姐姐 丫头 你别这样 害死你姐姐的 是鬼面人 你姐姐的死 不关你的事啊 不 姐姐就是我害死的 我当初就应该离开傅大哥 我为什么要跟姐姐去抢呢 姐姐是为了成全我跟傅大哥 才留守处走 一死了之的 如果他不留守处走的话 他就不会碰到鬼面人 如果他不碰到鬼面人 傅大哥他也不会冒死相救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我害死的 你别把所有的事情都揽在自己身上了 万般皆是命啊 对 你说的没错 也许这都是我的秘 我是一个温神 我是一个扫把星 这 这 这 但 但我说错了 你没有说错 跟我在一起的每一个人 都不会有好下场 我怎么不是一个扫把星呢 我 你是一个好人 你赶紧走吧 我不想再伤害到你 不 我走了 你一个人会撑不下去的 如果连你也死了 我才真的撑不下去了 你是在拐着弯 赶我走对吗 对 在原处杀毒 一首都不死 傅大哥死了 我的心就死了 我不可能再接受任何人 如果你留下来 你也只会伤心难过 你还不如赶紧离开我 你情愿 你一个人孤孤单单下去吗 我不孤单 我还有小语 我还有鬼爷爷 为了他们 你也不应该这样伤心下去 父红学草啊 真正孤单的 不是你 不是我又是谁 你个失去丈夫 如今又失去儿子的母亲 魔教公主 花白风 孩子 母亲 娘不是告诉过你 任何人都不能相信 你哭 在我们无间地狱里 能有任何人能够留下一滴泪 直到替你父亲报仇为止 孩子 娘对不起 娘对不起你 娘对不起你 娘不该这样对你 娘不该这样对你 对不起 孩子 你 你要不是我的孩子 现在你会在这世上 快乐地活着 你会娶妻生子 自在快乐 都是我害了你 娘害了你 娘 娘不该对你这么狠 我惩罚我自己 爹 不要 儿臣 来人哪 快点来人哪 你没事吧 来人哪 公主 你做什么 你扭伤了小怀 我帮你看看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弄好的 山子小怀 自己不方便揉 不容易好 忍忍点 妈妈 好了 休息一会儿 就可以走了 好 谢谢 你可以放开我了吧 你都能感觉 你肚子一定饿了 我去帮你找点吃的 我不饿 天黑了别乱走 等天一亮 我们就想办法离开 对 明天上去以后 今天的事儿 就当做没有发生过 你要好好地带周婷 你 快乐 快乐 又 爱 从没有 快快快 我不能答应你 为什么 掉落山崖的那一刻 我明白了自己这辈子 有两件事就非做不可 第一件 是首人仇人 另一件 待你浪迹天涯 有个人 可以拥抱 悲伤要 快乐要 你从没有 离开过 找了半天 这谷底看来真的没有出路 这崖壁这么陡峭 我想除了飞鸟以外 不会再有第三个人进得来 别人进不来 我们也出不去 你看 我们可以用轻弓 顺着崖壁爬上去 我们两个人的轻弓 虽然不差 可是要登上这陡峭的崖壁 除了学会释传的轻弓 从天云梯之外 别无他法 这鸟 这流人 你是谁 说 你们是谁 为什么要到短魂呀 老前辈 受药留情 我们是师祖定落谷底的 呼说 不可能调到这儿的 你们到崖堤来 到底要干什么 重拾招来 要不然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真的是从崖上落下 并非故意侵犯前辈 请前辈原谅 想 想 还真想 你以为打扮成这样 我就会上你的当吗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伯伯 擦擦汗吧 伯伯 我有那么老吗 叫叔叔 可是 可是你有那么多的白头发 我问你啊 你管傅鸿雪叫什么 大哥哥 是啊 我就大他二十几岁啊 为什么你就叫我伯伯了 让你叫我叔叔啊 我已经觉得很委屈自己了 知道吗 知道了 原来男人对年纪这么倾强 奇怪啊 这丫头 自傅鸿雪死后 第一天伤心大哭之后 就不哭也不闹 也不掉眼泪 竟然还能吃能睡的 是不是悲伤过度 脑子坏掉了 小语啊 你告诉我 你姐姐 平常也这么能吃吗 是啊 不过这两天 比平常吃的更多了 哎呀 你大哥哥刚刚死 他怎么也应该 难过得食不下咽呢 姐姐的伤心程度 很难维持一天 他向来缺乏意志力 嗯 是这样吗 是啊 好了 我也肚子饿了 一块去吃饭吧 哦 啊 菜都没了 你干什么 烧了这么多菜 也不给我们吃 拿给谁吃啊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 这是你们的 鸡腿是小语的 花生米是你的 吃饱一点啊 我 你真的不让他们叫你娘 当然不能叫我娘了 我还没嫁人呢 我只让小语他们叫我姐姐 有一次啊 小三子喊我娘 你知道我有多生气吗 我差点没把她的皮 给扒下来 小孩子不懂事 周姑娘也太严厉了吧 这可不是严厉 我这还没出嫁呢 就当娘了 那还怎么嫁人呢 我倒一直想当娘 我多么希望有一天 我的孩子们 能叫我一声娘 但是 公主想当娘还不简单 回头 我让那几个小鬼 就站在你面前 让他们喊你娘 只怕到时候他们喊娘喊烦了 你恨不得把他们一个个 都赶出去 我让他们喊人 可以拥有 人海中 你运过谁 那个人 你并没有忘记 有人说 要爱自己 往事不值得 再回味 爱是会 想起从前 一个人在夜里 偷偷流泪 花花时间 花开花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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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我开口 你都能感觉 人来人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